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個我個人的舒適食食 甚麼是舒適食食呢 就是你很頹廢的時候 例如睡醒覺的時候 你知道那天要做事 你就做一個簡單但開心的早餐給自己吃 這樣就熬得每個人一天了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我的深水的SKUM GROW FOOD 就是牛油果半熟蛋多士 材料有牛油果雞蛋麵包沙律醬 就是這麼多 煮滾了水之後 第一個步驟就是把雞蛋放進熱水裡 煮多久呢 水滾放進去煮5分30秒 然後立刻浸凍水 下一個步驟就是烘麵包 多士放在平底鍋上面 加少許鹹油 這樣烘到它就很脆和快 好 完成一塊 好了 煮第二塊的時候 我們就煮牛油果了 牛油果就要選一個夠熟的 如何為之夠熟呢 就要看看它的粒滴 拔出它出來 然後它是啡色就可以了 有時拔出它出來之後 它裡面都黑了 那就代表它已經不太新鮮了 又或者那個釘子 叫不開 那就是它仍然是硬的 好 接著把牛油果去核 好 怎樣去核呢 這樣吧 這樣就可以拔出一顆粒滑出來 然後我就會把這個牛油果吃薄片 然後我們把牛油果切到這麼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把它一推 然後呢 就可以變成這個 背殼花花形了 那作為一個舒適食物 其實它的樣子比較漂亮 絕對舒適到自己的 接著呢 我們就把這雙花花 放上去我們的多士上面 接著這個蛋呢 剛才我們已經煮了 剝殼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切成四分一 放在四個角落頭上 最後啦 我們呢 就把這個多士放在那碟裡 然後呢 這個蛋呢 真的要有些黑椒和鹽才好吃的 那麼少量的黑椒和鹽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還可以加上沙律醬 就是這樣 這個我自己的心水 Comfort food就搞定了 希望都可以在你一個很頹的早上 我可以加上加一點點能量給你吧 我可以加上加一點能量給你吧 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